你以为你遇到的流浪猫想和你回家吗 诶 真是 但你要先搞清楚它是流浪猫还是野猫 流浪猫通常是从小和人类生活过一段时间 是家猫化的宠物猫 可能走地又被遗弃 保住着社会的毒打 而野猫生来就是混街头的 这条马路上的号都归他们管 养不熟说的就是他们 那怎么分辨呢 看有没有同伴 流浪猫连稳定觅食都费劲 更别说交友了 而野猫往往都有小集体 会团队出行 流浪猫会蹭你 冲你撒娇 阴阴叫甚至用手顶你的头 而野猫离它太近了 可能还在想 一会儿挠你哪儿比较好 流浪猫看起来会更邋遢 没有叫稳定的食物 没那闲工夫打理自己 而野猫相对干净 虽然野兽 但看起来比较精壮 还有一种特殊的野猫 全身都符合流浪猫的特征 过来撩你一下 你喂饱了就跑的这种 点称 渣毛 那野猫就不能受养了 还区别对待呢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野外觅食的生活 相较于室内生活 反而更倾向于在江湖上闯荡 习惯了大草原的狮子 哪会想去动物园里卖萌呢